基督教要以每日灵修11月16日 第三卷十四章十三节B至十四节 引用经文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至十七节 一切都是恩典,毫无功德可言 人所有的异行都无法用来补罪 圣经教导我们亚当一次的悖逆过犯被逐出伊甸园 同时也完全丧失了自救的能力 因此人永不可能赎自己的罪 那些高傲自以为能赎自己罪的人 永不能平息神的愤怒 因为罪人是与神为敌的 神的仇敌所遭受的就是定罪刑法 没有可能自己为自己赎罪 所以我们的罪必须先蒙遮盖 蒙神赦免,神才能悦纳我们所行的 由此可见,神赦免人的罪是白白的恩典 人若以为自己能赎罪,就是亵渎神 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所做的一切 都是靠恩典,尽本分 即使我们完全做到本分,应做的 也不能夸耀 何况我们总是有软弱 根本不可能完全做到应尽的本分 我们若夸耀自己有好行为 可及功德 这是违背圣经的教导 经常说,你们做完了这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本事我们应分做的 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 我们服侍神的本分 是包括一切思想和行为 都要专心侍奉他 其实,我们无法完全做到 因此主说,你们做完了一切吩咐的 就表示,人一切的异形都是神所吩咐的 既然我们都远远达不到这个目标 我们凭什么以为自己有功德呢 若有人反对说 他虽然无法完全尽本分 但他还是做了一些他本分之外的事 应当值得嘉奖,算有功德 然而事实是 人所做的任何事 都是包括在敬畏神和爱灵社的范围之内 都是神的律法所吩咐的 既然如此 哪里有所谓人本分之外的事 人自以为是志愿行了某些善行 其实是律法所吩咐当行的 所以,我们不要夸耀自以为是的善行功德 这也都是在神要求我们所当尽的本分之内 我们所事与所做的一切都是来自神的恩典 所以,毫无任何自夸的可能 我们所做的都是神的恩典预备叫我们行的 不可能有所谓多余的善行 可积为功德